拿著手電筒 鑽進瓦麗堆 土耳其強制後第三天 台灣第一批特搜隊全力協助救災 要出來了 要出來了 等一下 呼吸 等一下 聽到微弱聲音 特搜隊員展開搶救作業 使用破壞機具 好不容易踩在斷圓殘壁中 拉出受困的土耳其女子 第一時間 女子失去呼吸心跳 特搜隊員趕緊使用心肺復甦術 成功搶回一命 富而其當地時間下午三點四十分 搜救人員在倒塌建築物下 發現還有生還者 立刻監測她的身體狀況 經過五小時搶救 女子終於脫離險境 建築物幾乎全會 深夜十一點多 搜救隊員聽到有超級聲 使用聲音探測器確認位置 利用碎石機打穿石板 發現第二名受困者 我們的位置是在 阿里阿門的政府大樓旁邊的 移動民宅 那我們有使用了這個 K9跟搜索的器材 進行這個確認 大樓嚴重崩塌 加深縮舊難度 不過這回台灣派出的特搜隊 曾經參加過2003年伊朗震災行動 2004年印尼海嘯 2008年四川大地震 2010年海地震災 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 多次救援行動 成員各個經驗豐富 第二T4人員也已經在機場 等候托人裝備抵達 準備要投入職員 有難相助 台灣特搜隊伸出援壽 向國際展現強大的 救災能力 進行往黃淳淳 郭彥廷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